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節我們會看一看一些環境的問題 關於應用一些材料包括金屬和塑膠 Disposal的問題是最明顯和最厲害的 我們如何處理用過的塑膠和金屬呢 其實會帶來很多其他的問題 最大問題是在香港我們處理一些廢物 最主要的應用或者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利用Landfield Sites 這個堆填的 堆填會令到一些土地的應用會少了 所以我們要小心去處理一些塑膠 或者是金屬物品 當然最理想就是處理少一點 不用丟那麼多等等 當然也會導致一些 Pollution 而這些Pollution包括Land Pollution 又或者是Water Pollution 而帶來的問題當然包括了一些衛生問題 一些hygiene problems 那怎樣去令到那個金屬或者塑膠 可以 解決了這些問題 或者相對可以舒緩這些問題 我們都主要是靠 大家小學都有學過的三個R 包括reduce reuse 以及recycle reduce當然是減少應用 減少應用 就是說 大家不買那麼多塑膠的物品 選擇 包裝的物品 又或者少一點包裝的物品 reuse 就是我們可以重用 去重用 那個物品 那譬如 那些膠袋我們可以嘗試用多幾次 用完這個用途之後 我們最後可以作為一個垃圾袋 應用等等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recycle 我們拿來回收 recycle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拿了一些的物品 然後 然後 把它再處理過 再製造一個 新的物品 3R 就可以 令到一些 材料的應用 會減少 從而 令到環境的問題 得以改善 拜拜 拜拜